这都几点了呀 还说今天去领着呢 到现在还不来 一点时间关键都没有 小飞 不好意思啊 来晚了 身份上堵车 走吧 赶紧走 行吧 走吧 小飞 那个我去之前 有个事要跟你说明白 什么事 小飞 我想咱们结婚之后就恩一致吧 什么 AA制 小飞 小白 我问你 这婚你是不是不想结了 哪有夫妻AA制的 小飞 你别着急呀 这婚有AA制不挺好的吗 现在国外好多人都是这样 你看现在结婚的吧 有好多都是因为这些钱 而到时候离婚了 我可不想这样 你说咱们结婚之后 你花你的钱 我花我的钱 就没有啊 金钱就费 这样咱们就不会离婚的 感觉有个很好的 你什么意思啊 咱们这还没有领队结婚呢 你就开始想着离婚的事情了 小白 咱们是夫妻 这以后成为一家人呢 这什么都AA 这日子怎么过呀 小飞 就因为咱们是夫妻 所以我在想AA的呀 这以后啊 没有什么矛盾 我也不是想着离婚的事的 我是想着 咱们预防离婚嘛 小飞 你就别想了 这个事就那么定了嘛 走吧赶紧 去马上民进局啊 说不定一会就下班了 走走走 快点快点 走 走走 走了啊 小飞 这衣服喜欢吗 喜欢 那等一下 把钱抓给我 一共120 小白 这个还让我转给你 那是 咱们之前说好呗呀 AA嘛 什么都AA 行 转给你 好 好 走吧 小飞 嗯 吃了什么呀 板栗 这好像是我们买的吧 啊 是啊 那等一下 转给我3块钱 小白 这不就吃了你一个板栗 你给我要3块钱啊 就吃了一个呀 啊 那不用给那么多 我这一共啊 买了10个 3块钱 你这样 你吃一个 转给我3毛就行了 3毛你也给我要 这参与再小也是肉嘛 你说你要是去超市的话 你少一毛钱 人家都不会让你走吧 行了行了 别说了 我给你还不行吗 行行行 你也别生气 这婚前啊 咱们说好了 不是 行 那你吃吧 上嘴就别吃了啊 如果再吃了一个三毛片 吃吧 妈 来 来也没错 来妈 坐 儿子 怎么样呢 我跟你说那个A字 你跟他说了吗 实行了没有啊 妈 你放心吧 已经开始实行了 现在就是一毛钱的东西 我得到要 这就对了 你看 现在这社会 这人心 多复杂呀 不等哪一天 你们两个 要是过不下去了 咱也不能 人才两空是不是 行嘛 我明白 你就放心好了 现在我们俩买什么东西 我们分的都清清楚楚的 如我们俩 共用的 我们俩应该一半 一毛钱都不会错的 你这样做呀 这他以后啊 这花钱呀 他也会想一想的 你要是不愿意知道话 他都要花你的钱 反正都是自家的钱 他就不管了 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这样对他也有 也是一种约束 这妈 这最近我少了不少钱呢 还有你这个办法高 那是 我都说过来临了 这我不会害你的 只有定你好 谢谢妈 妈 今天正好小飞不在家 走 我带你吃好吃的去 行 走走 来小飞 慢点啊 你别说了 你这样 没什么事 要有点心啊 一到就可以 收集生产了 行 我知道了 小飞 那这样啊 咱们把账结一下吧 什么账啊 你看 是个几月来呢 我跟你买一样品 带你去医院检查 各种费用啊 都是我掏的 所以啊 这个钱 你是不是该出一下 小白 连这个钱 你也要给我要吗 你别忘了 我怀的可是你的孩子 这将来 要给你们家的幸呢 小飞 这孩子虽然是我的 可是你别忘了 这孩子也有你的一份啊 你是他妈呀 是 咱们俩也得A吧 你什么都要A 那我怀人那么辛苦 你怎么不过A啊 我倒是想给你 可是没办法呀 如果你有办法的话 那你把那边辛苦 给我吧 你 我知道了 等一下 我会把钱转给你的 行 别忘了啊 我还治不了你 反正现在已经还原了 我就是不照顾你 你也把孩子撑下来 妈妈 你都想吃什么 什么都行 做黄龙排骨啊 好好好 我也想吃了 来 来 让我看我大孙子 你看我大孙子长得多可爱啊 那也不看看谁的孩子 当然可爱了 你给我笑呢 给你小孩长得真一样 哈哈 太可爱了 那行 你们两个聊啊 我抱着孩子啊 出去啊 线要线要去 行 走了 妈 来少一点 好嘞 那小宝贝 小飞来 真可爱 怎么了 小飞 你看孩子竟然已经生下来了 这你生孩子的费用 和你的营养费 是不是该算了一下 小白 你有没有搞错呀 我为你生孩子 还营养费 还要给我算 你知道我给你生孩子 受了多大的罪吗 你受什么罪的呀 你生孩子不是抛肤产吗 这抛肤产啊 花了不少钱呢 一空啊 八千四百块钱 你啊 那四千二 我四千二 我呢 吃点灰 你过四千就行了 小白啊 这以前我觉得你哭 我没想到你那么酷 我给你生孩子 我受了那么多的罪 你反倒不感谢我 这个钱还要让我来分呢 小飞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是不是忘了呀 咱们婚前说好的 婚后啊 一切事物啊 都是AA 你这生孩子的钱 我能给你拿一半就不错了 你别不知足啊 行 行 要一半是吧 等一下我就转给你 行啊 这是你说的啊 那个护理肺 营养胃什么的 我就不给你要 我就吃点灰 我去找妈 是吧 我就不相信 没有你求我的那天 妈 这可怎么办呀 这医生说了 你的手术费 还下好几万呢 那怎么办呀 小白 要要这样吧 从现在开始啊 咱们取消 婚后AA 我感觉啊 这个AA 太伤感情了 小白 你又没搞错啊 咱们结婚那么多年以来 都是AA 现在你妈生病了 你却要取消AA 你当我什么啊 当我冤大头啊 小飞 你误会了 你不是这几年总说我哭吗 什么东西都给你算的清清楚楚的 我也觉得啊 这样不好 要不咱们就取消 啊 你现在觉得不好了 当年你干什么去了 你别忘了 当年你连三毛钱都给我算的清清楚楚 现在怎么 现在你不好了 你别以为你那点小心子我看不出来啊 你是你妈生病了 你手里没那么多钱吧 你想让我出一半是不是 我告诉你们 你们那点小心子早就被我看穿了 小飞 我知道错了 这我妈生病了你也知道差几万块钱呢 我现在实在拿不出来了 你 你就 就拿点吧 我凭什么给你拿呀 小白 你好好想想 我跟你过这些日子 就连我跟你生孩子 抛妇产 我为你受了那么大的罪 到最后呢 我还要给你AA 现在你妈生病了 都让我让我来给你出一半的钱 凭什么呀 小飞 你也别怪我儿子了 这都是我的主意 都是妈的错 妈不应该那样做的 我不是觉得吗 现在的社会 你也知道 你看看 现在的年轻人 有的一句话说不好 就离婚了 我 我就想着 拿这个AA制 想 想以后你们要是有个 拨不下去的时候 这不是有个保障吗 是我 是我多虑了 是妈对不起你 妈给你道歉了 这千错万错呀 都是妈的错 对不起小飞 你能原谅妈吗 妈 你也别这么说 你的顾虑 我可以理解 你放心吧 我既然是你的儿媳妇 你现在生病了 我也不会看着你躺在病床上 对你不管不问的 小飞 你同意给我妈拿钱了 拿钱可以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小飞 你说你说 别说一个条件 十个条件我能答应你 从今天开始 把你的公司卡 全部的收入 都要交给我保管 这以后啊 家里的大事小事 都是我说的算 行行行 没问题 那行 你在这儿守着妈吧 我去把妈的住院费交一下 好 妈 你有救了 女子呀 你娶了一个好媳妇啊 你娶了一个好媳妇啊 这以后啊 咱们一定要好好的对人家 行吧 我知道了 我给她留下一个很可惯的 我看到她